老大 如果让我 我喊你的话 我就不喊深渣妹 因为我觉得 并不是酸酸甜甜 小女生的一些情怀和故事 如果女人如花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叫棉花 坚定 勇敢 简单 温暖 就那么实用 这么的洁白 然后以一个感恩的心 一杯水面对这一辈子的复杂 我真的很难掩饰 对你的好感 谢谢 确实你上了星光大道 现在也有名气了 我们才知道 你为了两三百块钱的演出 是为了妈妈治病 这样的机会 是不是因为上了星光大道 才有的 对 那时候就跟着我们 村里的那个红白喜事唱歌 工作特别少 都一趟 就是一趟活动 也就是七八十块钱 你唱歌 你的家里人支持你吗 我爸爸妈妈是支持 我哥哥不是在支持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觉得小女孩吧 就得在家里 就是稳稳当当的那种 就是要不然找一个工作呀 就是打工啊什么的 他们不喜欢 就是我在外面 就是这样抛头露面的唱歌呀 干什么 他们不喜欢 很意外啊 这个感觉 哥哥们是年轻人 应该更能理解 父母嘛 毕竟年纪大了 上一辈人 应该是不支持 对 你们家是反过来的 对 我爸妈妈还是比较支持 但是我倒感觉 嗯 说明他哥哥真的 把他当自己的亲妹妹 还要亲的妹妹 嗯 你感觉 你出名以后 特别上了新光大道以后 生活有什么改变吗 我觉得生活改变太大了 呃 原来 我没有参加新光大道以前 就是一个无名的小草 节目付出之后 说实话 有很多的人 去许我 你家去认亲 他们就觉得 可能 我参加了 这个节目 可能在他们心里 我就觉得 哎呦 他可能 他是名人了 他可能会有很多的钱 你刚才说到认亲 我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你知道了 自己的身世 你自己有没有主动 去认过亲 还有你的养父母 对你的认亲 他们支持吗 呃 没有 但是我爸爸 就是 那个时候 我刚知道的时候 他跟我说过 说 如果你要想认的话 我们就可以帮你去找 茫茫人海 能找到吗 就是我爸爸的态度 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我在我的心里 我从来都没有过 这种想法 我孕